好这一集影片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上次在美国盗展没有拍的 把它补齐来 然后我们会快速带过我们这一次美国特卖卖的些什么 欧盟甄Mena Cup 版本 这一次来的是玻璃珠吉喷沙 因为我们有接到不少欧盟甄的订单 但是这次来的只有玻璃珠吉 所以这一支 我们会在美国盗展特卖的时候 礼拜六补上来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ebenza 31 没错他也到了 然后要喜欢的人呢都可以到礼拜六 我们就会开卖 好比较特别的是两支Spartan Bill Hussey 一支是Doctor Death 上面写Do not afraid 然后有一个病毒的图案 然后这一支是配大马士格钢 蛮漂亮的这一支 非常有味道 像这一种雕刻的啊 把它摆起来摆在收藏柜里面 其实还蛮有特色的 另外一支就真的蛮难得的 这一支就是Ronnie 背着枪然后背着两八五四刀 手上还拿着柯文笔 然后后面是松木 这一支编号是37号 然后还有那种加灰的图案在中轴上面 真的蛮特别的 然后这一支非常非常难抢 那个时候我们要去抢的时候 哇大家挤爆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一支 背脚上面有Ronnie跟Longnen的字样 这一支也是非常难取的 只有一支 这一次呢 HomeForge我们带回来一些东西 那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记到 但我们有这次到的是Worthog 这一支是它的新刀 也是HomeForge第一次用CNZ机器去做的一把刀子 当然磨刃这边是手都磨的 这一支刀子真的蛮帅的 刀刃长是5.5寸到6寸左右 这一支真的蛮帅的 那在户外用的话做什么事情它都做得到 然后做切割面 它刀面也蛮宽的 做切割面或者是做穿刺 它应该蛮优的一把刀子 它总共来的是两个颜色 一个是沙色呢跟黑色 接下来就是Protek Protek今年呢有三支有编号的刀子 一支是Malibu 这一支是铝合金 然后Engraving 它的价格是12,500 然后这边有SIMS 1999 好1999年 编号在这里 187off 250支 然后Blade Show 2024 然后这一支 比一般的Malibu 还要再轻一点点 可能和Engraving的关系吧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两支 然后Modex 黄铜蜂巢版 它的黄铜里面还是有掏空的 所以它没有那么重 鲍鱼背的按钮 好这样子的配色真的是蛮优的 黑金黑金的 然后这一支也有打Atlanta2024 然后E105 of E50 Malicot的版本 接下来就是PT黄铜 然后两段是研磨镜面版本 然后这一支呢 也是特别版2024 然后它只做100支 这一支是88号 所以这一支可以收 不但刀子漂亮 号码也非常漂亮 然后TekTel呢 这一次来的是特殊的Engraving版本 然后这个是地平线 多了一个新刀型是Tanto Tanto有点像慢慢变大的感觉 这一支也是因为Engraving 所以重量轻的不少 好货感也是不错哦 好这一支数量也不多 接下来就是它跟Snacks联名版本的Super Lock 这一支它是做羊蹄太握饼 然后它的Super Lock 当初我在握的时候 我想说 奇怪这跟Super Lock好像 然后我一直手挡住 没有看到下面 答对的它是Super Lock 好一样 它是往斜后方的解锁的方式 然后这一支的羊蹄呢 我觉得做得非常棒 做得非常刚好 然后大小支呢 也不会像以前它做的太小 好这一次的尺寸 不管是那支新的直刀也好 或这支折刀 握感满分 这一支也可以追一下 那它们一定是Mana Cut 你不用说了 这一个品牌呢 它叫Tiaria Metalwork 这个老板很有趣 它跟Dog Makaida 就是我们的狗哥 是它的学生 然后它自己做的柯伦比 然后我现在手上的这支是Trainer 它的柯伦比其实看起来真的满炫的 通常我都会去想握一下 目前整个刀在里面我握起来 玩起来比较有feu的啦 就是平衡很好 然后设计简约 然后连它的刀销都非常的小一个 刀销设计也不错 非常好拔 非常好抽 这一家我会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简单 跟平衡性非常好 然后这一次来的版本呢 有M4跟3V版本 3V是整体厚度比较薄 但是是3V做 然后如果是比较厚的版本 就是M4 所以这一支厚的版本是M4 好大家来现场呢可以看来到这两支的差异 两支转起来的平衡度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敢保证 毕竟我玩客户还蛮久的一段时间 OK 好我们这也是少数带回来的手工刀版本 由Alan Alicius做的一把 非常具有代表做的一把刀 叫Necromonger 我发现叫死灵贩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灵可以拿来卖 Anyway 那奥模 很漂亮的Harpun 钛合金的Thumbstep 然后整体钛合金 跟G10的Backspacer 这把刀非常好握 同时呢我也有在脸书也有发就是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 就是这一个 它跟Alan Alicius跟Lastroge 联名的一个战术折刀版本 虎斑 然后它有一般的毛型 以及 匕首型 刀背是没有开封的 因为毕竟它收到的时候 没有办法全部到握柄里面 但这支匕首型也是超级帅啊各位 Alan Alicius呢 基本上它跟亚洲有蛮浓厚的关系 对我们也非常友善 它也是在手工刀界领域里面 算是非常有名誉的一位刀匠 它对刀的理解呢 可以从螺丝一直到刀刃几个 它都非常非常动 它是真的很令人尊敬的一个刀枪 我很喜欢它的刀子 它的刀子就是朴实无华 虽然它最近呢会做一些有关钛的一些像烧射啊 跟结晶钛 它做那些东西做的蛮有趣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它的刀 OK RMJ太久没有拿到了 所以 这一part 我们都要介绍RMJ Stabby Guy 这一支超酷的 基本上完全不是刀 一点作用都没有 拿来干嘛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拿来搓搓东西之类的 但很酷 然后这一支RMJ 很久没有做这么好玩的小东西 然后我们很久没有抢到了 所以这一支肯定要收各位 Berserker 浮面最宽的一个版本 RMJ浮面最宽的版本应该就它了 应该没有别的了 好来 啊哈 是不是摔到爆啊 好 RMJ的斧头都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边它都会开一个小刃 握上去的时候 刚刚好会闪过 上下上下动 它是不会砍到的 这边就是拿来搓东西的地方 再下来另外一把 Jenny Rang 那时候它刚开始出来这个版本的时候 整个是 卖疯了 这把小斧头 尺寸非常棒 然后当做破坏斧也刚刚好 这就是可以挂在身上的一把随身用的斧头 然后这一个尺寸真的是完美 然后它的螺丝 它现在螺丝改这样子 相机触点 还不错 然后还有一点石刻的纹路 这一次的Jenny Rang真的蛮帅的 然后还有其他原色的配色 但是我先拿一支给大家介绍一下 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最经典的Castro Feather 然后它的Castro呢 真的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斧头了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有去吹战术 然后有这玩这一种 特殊的军用品 你一定看过这个照片 然后Feather的意思就是它变薄了 所以这一支超级轻 各位 如果你有在玩战术 要买一个超级强的斧头 肯定就它 而且它重量轻 你戴在身上 基本上呢 完美 肯定要收好久 至少几年啦 五年以上嘛 我们没有再进到这一个斧头了 已经进到了 要买赶快买啊 这个真的是RMJ最经典的斧头了 压轴 RMJ出的最帅的刀型龙系列 它叫Warm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像虫 它就是这样子 它的证书跟配件 我好想猜里面有什么哦 里面好像很多东西耶 可是它用蜡疯了 所以给买的人去猜吧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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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帅哦 哈哈哈哈 豪车真的好帅哦 连摄影师都呼呼呼 哦天啊 它的长刀 我想说 把长刀做短会不会比较不好看 它还蛮帅的呢 然后各位这个 好像只有2到3只左右而已吧 哦这很屌耶 你也有做10颗 OK 各位这个这个我已经被吓到说不出话来了 它里面配件好像还有 还有泰螺丝耶 哇塞 蓝钛跟古铜钛 这个诚意满满耶这一只 这一只很威耶 哇 对啊哇这只 我吓到了 CPM3V刚才 然后刀刃刃刃刃线开的很高啊 哇这只真的超厉害的 这只很可以耶哇塞 我这只真的才刚开箱 我跟它订这只的时候 我连都没握到 哦天啊这个太帅了吧 我只是说我想要这个 它就塞给我 能不能用已经不重要了 重点是它帅 它帅到骨子里去的那种 OK好 RMJ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RMJ 这次来的都基本上是屌货 秒杀货 所以啊各位 在礼拜六开卖的时候要加紧脚步啊 不然就是早定来啊 啊 MISS掉就可惜啦 哦我刚刚在搜这只Jenny Rain的时候发现 它里面有附这一种纸卡 然后听我同事说它是AI的图 它把Jenny Rain的这一个照片放在这里 哎哟 他偷偷的丢一张给我 Berserker 哈哈好帅哦 Berserker的斧头 然后给那个什么 围巾人的女生的那一种 还有一只熊啊 哇塞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收藏 Jenny Rain Hammerpull 哇看这很酷耶 好帅哦 RMJ 给赞 Ronal Knife我们这是带了 比较多版本回来 有一只非常特别我待会讲 我其实看VUDU很久了 我发现啊 你要做刀子 你要做一个特别的形状出来 然后很难仿得出来它的线条跟大小 VUDU真的是 目前我看过设计器里面 非常有icon的一把形的刀子 它连这边的假刃多做拗模 前面做这一个小弯曲的地方 它的刀尖这样子变得比较尖一点点 然后每一个线条都有目的的 我觉得VUDU这一只刀子真的很赞 握起来手感也是极度舒适 这一只刀子不多 然后这一次除了有Black Camel 就是黑迷彩以外 还有这个叫Purple Haze Carbon再加Purple G10 这一个就蛮bling bling bling的 然后它的这边的拇指柱也是用紫色的 外面洋机紫色很少见 VUDU这两只刀子 还有数量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少 然后这边有编号 它的Liner里面有编号 Bolster Lock OK 然后No Knife Raccoon 这一只刀呢是我们之前有拍过一个影片 细节满满的那一只叫Raden 它做的羊蹄形 中轴到Fran Lock这边的指滑 然后整体细节满满的一把刀子 它的刚才是S90V 然后Fran Lock 然后这一只我们数量不多 两只或三只而已 然后这一只羊蹄 有点Wand Cliff那种直热的感觉 好 下一位 Grace呢 然后上次秒杀秒的非常快 好 泰加Carbon Fiber Grace呢这一把刀 绝对是一把非常有特色的刀 其实刀型你们看起来蛮凶的 老实说 然后我自己带了一段时间 我真的觉得哇 在这么多刀里面拿出来看 会让人家说 诶 这是一把刀子吗 这刀子怎么可以做这么漂亮 或是很独特 它原本是一个手工刀 然后No Knife 跟这一个叫 Carbon Steward 他们一起做量产版本 这一个版本呢 泰的饼 再加高的中轴 高的背夹 以及高的拇指柱 高的backspacer 这一支真的 非常的豪华 买这一支也是算是 ZP级很高的一个版本 这个刀尖真的超级尖的 我们那时候拿来戳东西 有没有 它这样子把这个刀尖削成这么薄 刀面盘更得很宽 然后突然的就这样缩窄进来 这个刀尖的那个 戳的那一个效率蛮高的 好 Chris No Knife 的这一支刀 Google 石屎柜 这一支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它的刚才是Z90V 这一个刀型呢 非常的凶残 然后做这样子的 我觉得它才叫写槽 它从假热这边把这条线开进去 我觉得才有做到写槽的功用 因为很多人你们这边就截断 然后这边做一个写槽扣进去 我觉得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它的刀尖像是小剥衣 Clip Point 吧 也不算剥衣 但是这种刀型刀尖呢 它其实是非常凶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它的握柄 它的刀用长度差不多在3.5到3寸左右之间 可是它握起来感觉像3寸的小折刀 还蛮有趣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它的握杆 它从窄到宽 屁股这样宽出来的握杆呢 我总觉得我在那里握过 原来是strider的PT 我之前有strider的PT握起来的感觉也像这样子 握起来满把握 然后非常的牢固 然后这把刀最有趣的地方是 它根本还没晾产它 我们总共有 钛实型 喷沙实型 然后蓝钛跟黑钛版本的圆形刀 这个真的很难得 要拿圆形刀 真的是要跟厂商非常非常熟 或是有这样子这么好的机缘传达到 好 这支Prototype呢 它写在里面 Liner里面 这个摄影机可能拍不到 因为它非常深 但是你用肉眼看的话 你就会永远看到这 上面好像一排字不知道写什么 那个就是Prototype了 有买到的人可以拆开来 它拆刀也很简单 中轴这两个螺丝拆掉就可以了 这把刀非常的有趣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帅 它也不会说看起来特别干净 它是非常有形的一把刀子 已经很像手工刀了 然后这一把 量产版肯定应该是抢不到了 这把玩起来很顺 很可惜的是它没有Flipper 它是Funk Flipper 有不喜欢Funk Flipper的人呢 可能不好意思啦 这一支就给会玩Funk Flipper玩 其实它可以用食指玩 食指这边扣进去 它是开得到的 OK 好 No Knife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这一次也拿了很多一些比较特别的版本 我们之前没有卖过的 Grease虽然以前有卖过 但卖太快了 所以上次没有买到Grease的 你可以赶快来抢 然后Voodoo 真的是一把很棒的刀子 大家可以来拿 好 Tends 继续 Grease 所以 Tends